美国都想称霸 但是美国总说 我们的军人是最强悍 最无敌 最有战力的 但是如果连美国大兵都吃不饱 你能想象吗 真的是这样 因为不是我们今天头条开讲随便说说 连美国的参议员自己都这样讲 而且这个参议员这位女议员 她还刚来过台湾哦 所以她既然都这么说了 我们就要看美国是不是真的 有她的一个问题 的确还有她们的年轻人 现在有所谓的离职潮 那如果她们年轻人所谓的离职潮 现在她们的这个经济要怎么拼呢 可是如果有一个人离职了 哦那事情就大条了 谁呢 会是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吗 为什么又有美国的媒体 又要这样爆出来 真的可能美国有所谓的白宫危机吗 今天都要好好的来谈 好那我们就先看 说到了美国军人现状 这个是美国16万现役军人说难以养家糊口 怎么会呢 而且还说受影响最大是家有儿童的低阶军人 最低级别的士兵有29%面临粮食不济的问题 那事实上呢 美国长期粮食不足的问题 早就已经蔓延到资金应该是最充裕的军队里了 所以你才会看到像有这样的饥饿救援组织 也就是Feeding America 美国阵机 那么他们还要补充物资粮食 给这些美国军人啊 韩兵 其实跟我们一般的印象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大部分看到的是美军住在外国的军队 比如说住在韩国啊 住在日本啊 那些待遇会比较高 为什么 因为他有住国外的家籍 然后住房津贴啊什么这些东西 如果你这样算的话 就以一般的这种二等兵一等兵这样来说的话 他们一个月好一点的可能到五千多美金以上 那差一点的大概有四五千美金 所以这样听起来一个月就十几万台币啊 这样听起来好像是蛮好过的 可是问题是如果不是这些住在国外的 是在美国本土的 那又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特殊家籍的话 他如果光算底薪 他一个月大概是一千多块美金 一千五六百块 然后再加上其他一些家籍什么 大概两千多块钱 今天啊两千多块钱美金 两千多块钱美金 在台湾你也觉得说也还不错啊 对啊 对啊 但他住的地方是美国 就不一样 他如果又要养小孩 又要养这些东西 那他的经济压力确实非常大 他自己本身在军队里头吃饭那些 当然不是问题 可是他要养他的家人啊 对 那你要知道很多人 尤其是一些比较中低阶的这些 士官或是士兵 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去参加美军 很少是因为他志向 理想报复 通常不是这样 通常是因为他家里有经济上面的问题 没有办法让他去更进一步 比如说求学或干嘛 所以很多人他为什么要去当兵 目的是因为你当了兵之后 他们因为美军的有一些福利不错 所以第一个家庭能够照顾到 第二个就是能够让他去念书 他们很多是把美军当作一个跳板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达成这个跳板的时候 单只领美军的士兵的薪水 其实在美国本土他日子不会太好过 所以这也就会造成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因为现在美国自己本身物资相对缺乏 他的一些粮食也开始短缺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那他士兵本身可能没问题 可是他照顾他的家人 以他的薪水来讲 就会面临到很大的难题 所以美国不是大家想象中 真正富裕到那种地步的国家 对 但真的很难想象 我们平常说饥饿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会发生在美国军人的身上呢 他们不是应该福利很好吗 福利到底有多好 我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说明 可是你想想看 我刚刚不是一开始讲了吗 是美国的参议员自己都这么说 点出了这个问题 而且还说很多美国人其实自己 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事 就是这一位曾经担任过黑鹰飞行员的 Tammy Duckworth 韩美参议员 民主党这位联邦参议员 他还来过台湾 但是你知道他说 美国人不知道这件事 军人之间确实人人都晓得 所以他就说了 这个地球上应该最强大的军队 就是美国军队 但是比较低阶的 有子女的已婚军人 家庭往往是饥饿状态 如果老担心孩子没饭吃 哪能专心执行的使命 跟捍卫我们的民主呢 所以有一个情况真难想象 包括ASYMCA和蓝星家庭 这一类的实物银行 多半都是跟军人有关的 遍布全国主要军事基地附近 所以还要来运送补给 给这些军人吗 亮哥 参议员这样讲的 不这个并不是美军个人本身 而是他的家庭 因为美国去当兵的大部分还是中下阶层 然后比如说我举例 比如说黑人 黑人在美军的比例将近20% 就很多人去重居 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 可是他离开了 那家庭小孩子还是多 谁来顾 那他的妻子可能就是没有就业 所以重点是在于 他可能还是住在比较穷的社区了 那那个穷的社区就会有方方面面的问题 所以因为他讲的是说 有小孩的低阶士兵 那这个确实就是社会问题 而不是说那个黑人士兵 你养不起自己 不是这意思 而是说他有家庭 可是他是一个低阶层的家庭 然后他低阶层的家庭 就是会有美国的特征 美国特征就是小孩多 然后社区常常治安不好 然后妻子很多都没有就业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自己就完全不像我们讲的说 可能自己有温饱 然后也可以毫无后不知忧 家人其实还没临到饥饿的问题 美国在海外的军人有二三十万 所以他是随时要掉来掉去的 那以防你不可能家庭都跟着走 对不对 那没有办法跟着走 那士兵是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那他可能就把钱寄回家这样 可是家里的状况可能就相当不好 那当然这个就是有阶级之别 我们现在讲的一般就是说 事关以下的 事关以下确实有这个状况 好 所以刚刚我们点出有这样的问题 参议员都这么说了 而且还是民主党的联邦参议员 那我们就看看 本来我们都说 到底美国的军人 就像刚刚韩兵一开始讲的 到底他们是为了什么 是为理想报复吗 还是为了福利好的问题呢 所以你看美国陆战队说 75%的队员 服完第一期的议棋就退役了 因为可以拿得到的福利 拿得到的津贴 都可以到手了嘛 所以我就服完第一期议 我就可以退役啦 但是说来说去 到底福利有多好呢 赵欣 你看喔 这个里面说有什么 大学奖学金的啦 有健保的啦 美国医疗健保什么健保 都很贵嘛 所以有这个真的有差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还有津贴啦 甚至你要买房子的话 说那个贷款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说没有头期款 利率都很低 所以真的是好 好像福利真的非常好 差超级多的 坦白讲 差超多的 那你所了解到情况 没有头期款 以后也是要负 也是要付啦 但是美国的消费习惯都是 你有先得到这个long 你先得到这个贷款 你就会先去做嘛 那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啦 常常是这样子 就像以前我在加州住的时候 我的对面 鞋对面的邻居 就是美国大兵 他是加拿大人 然后他就到美国来当兵 当兵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你可以有美国籍 你可以享受美国籍 加拿大人比较没差啦 可是他就是有这个资格 跟权利 然后小朋友也可以 第二个就是有人讲的 家人也可以 第二个讲的 他们都去念大学 因为大学不用学费 大学在美国是非常贵 美国最贵两个 就是第一个念书 第二个就是看医生 看医生非常贵 所以如果你当兵的话 第一个你有美国籍 第二个你看病不要浅 这个差超多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最贵的这个念书的事情 他可以帮你处理 那都是大钱 那都是随便两三百万台币的大钱 就是都会动辄 八九万美金到十万美金的大钱 你就不用去烦恼这些 所以家人住的话 也有这个补贴跟福利 所以一般来说 如果说在有外派任务的情况之下 他们的那个加紧 那些东西都是非常好 可是这几年这个事情就改变了 好改变什么呢 就是说第一个 这个美国的房价其实是上涨 如果以加州来讲 跟我十年前比 那不是二十二成三成 标涨 两倍三倍啊 那你这个补贴 不会两倍三倍往上走啊 所以就算有补贴也是很贵 我倒不掉 第二个最近美国通膨 通膨就很严重 所以就算有这个一般死的补助 还是一样对于家人来讲 你很难去帮助他 而且这个其实有一个倾向 就是说做美国大兵的人 通常这个家里面比较去依靠他 就是说第一个 就是他们家里面 本来就会有一些工作上的困难 当兵是最快的方式 所以女性去工作的比例 稍微偏少 就一家一个人养全家的机会 是比较多的 然后第二个我们刚刚讲 通膨又上来 所以压力是非常的大 跟我们以前比是天壤之别 那第三个就是说 这个其实前线美国 非常大的一个困境 就是如果连当兵的人都这样 美国的福利 我们觉得在世界上印象是属于属于 连大兵的家庭都这样 那一般人的家庭 中下阶级的家庭 现在面对的困境 会比这些军人家庭更多 所以他浮现到军人家庭的时候 其实他下面是冰山 军人是上面的一角 军人连这个国家养的 这个福利这么好的 都变成这样的时候 那你下面的这些 没有这些福利的这些朋友们 他要么就是没有这些期待 要么就是彻底的失望或彻底的绝望 所以美国现在下面的这个情形 确实算是蛮严重的 那如果说这样 有工作都这样 没工作的更不用想 对的确 但是你说 这个国家福利本身要够好的话 那财政也要够健全才行啊 可是呢 你看看现在美国的这位财长 他好像只能不断地在警告啊 警告的 就是他财政部长叶伦 他又再次发出警语了 他说联邦政府要在12月15号 达到举债的上限 因此特别呼吁国会要赶快赶快 提高或者是暂停债务的上限 来维护对美国的充分信任 亮哥 那所以如果到12月15号 那又会怎么样呢 上一次才听到他警告说 12月3号要到了 那个也是什么一个deadline 所以一直在警告 就政府跳票 政府跳票 然后就会再成美债的利息出问题嘛 然后股市会大跌嘛 这个共和党有评估过啦 就是他们上次也有一度有这个状况 大概损失二十几亿啦 我是说政府啦 政府后来必须要 大概损失二十几亿啊 那当然共和党为什么那么坚持嘛 他主要的坚持就是说 你要加那你们民主党自己去通过就好了嘛 你为什么一定要我跟你一起表决呢 因为拜登他就是坚持要一起表决 然后那不想用特别的所谓的那个 他要用三分之二来表决啦 那共和党现在有两个理由嘛 第一个就是说你们这个自己要加财政赤字 那当然这个当然为了明年选举用的嘛 就是你看都是他们在搞 把美国的赤字这样这么多 那第二个就是他 那个社会立法的法案还没有过啊 那个基础建设过了1.2兆 那接下来这个是1.75兆 那这个部分基本上共和党都是反对的 对啊 你讲到这个的话 你看这个川普又讲话啦 他又在那里骂啦 拜登你看这个之前已经给他过了那个基建 他应该很不满意嘛 结果现在马上又要来一个社会支出法案了 你再不给我挡 你就给我下台吧 他在对那个共和党的麦康诺来喊话了 然后还骂了这个麦康诺什么老破乌鸦 哈哈哈 我跟你讲啊 那个基础建设坦白说民主党 美国本来就很不在行这种最低层的基础建设 什么马路啊到那个桥梁啊 码头啦机场啊 那他本来大的建商就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了 大概只剩下少数几家啦 所以对川普来讲 他就不认为那个是最重要的啦 而且你要也要用市场的机制来弄 那他是用政府来弄 那当然共和党就会理解成就是说 你民主党要雇要创造就业嘛 那创造就业就有利于你自己的选票 因为5500亿美元 当然基础建设可以雇佣不少劳工嘛 中下阶层的劳工啦 创造一些就业机会 那所以那个部分后来只有少数共和党人来支持嘛 对不对 可是接下来那个社会法案 共和党是几乎没有人支持 因为那个就是摆明了 你要给那个中下阶层补贴嘛 那共和党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来反对 就是不只是说你照顾你自己的选民啊 而且他们认为这个会加剧恶化蓬蓬 因为你等于是变相加薪嘛 变相加薪事实上是一定会转成消费 那就会拉动物价 这个是共和党的理解啦 然后那所以他基本上对财政自治你进一步加码嘛 然后你都是照顾你自己的选民 然后又会恶化通膨 你去想一想这共和党怎么可能支持嘛 所以他现在没有筹码啊 是 所以就用这一招啊 就12月15号这个我就给你拖着啊 拖着 让李叶伦去急啊 不然你就把那个数字再砍往下砍吧 就是1.75兆对他们来讲还是 是太高了 你要再往下砍 就像之前啊这机械也是啊 他本来是3.5兆你不要忘了 本来是3.5兆 就已经砍一半啊 超过一半 他们还是不能接受 好所以呢这个就等着看 美国现在的确是有财政的问题 但还有什么问题呢 现在是不是真的 之前都一直拿到这些补贴 拿的都也习惯了 所以呢真的你看哦 对照大陆的年轻人跟对照美国的年轻人的话 是呈现两种极端 首先我们讲现在大陆的年轻人呢 是斜杠成潮流 85.5%说愿意展开副业 根据调查8成5以上愿意要展开副业 能够多赚钱不是很好吗 斜杠人生要启动 可是呢再看看美国这边 美国呢有所谓的大离职潮 还在继续中 那么现在说9月443万人离职 因为这个数字一直在增加 已经到史上新高了 甚至还有Z世代年轻人推波助兰赛 社群媒体串联连运动啊 韩兵有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吗 真的差别好像蛮大的 因为这两个国家其实现在是处在一个 完全不同的世代交替当中 那大陆因为它其实在从一个新兴国家 开始迈向一个比较相对稳定的中等国家 然后创造大量中产阶级的情况下 所以你想想台湾自己过去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我们尤其是我们父母 或是我自己年轻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每个人都想自己创业 宁为鸡手勿为牛后 我想趁我年轻的时候多赚一点钱 我只上班是不够的 我能够多发展一些其他行业 我希望我在40岁50岁之前 我就可以退休了 然后我再多做两三个行业 所以大陆的情况很清晰 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机会 那可是对美国来讲的话 美国因为它科技发展的 一直都是在世界领先潮流 所以现在除了一些网络啊 网络网络这些相对的一些 比较新兴的一些产业 但是呢是少数能够发展出 自己特质的人他能够 他能够去做之外 其实绝大多数人大概 他在自己的产业很难看到 什么突破性的希望 那美国又是一个相对福利 比较好的国家 所以对他们来讲 有的时候我在那边努力工作 我不如给国家养就好 然后他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 失业有津贴啊 对啊 反正有失业津贴 其他的可以让你慢慢等 特别是大家不要忘记 美国从去年到现在 很多人就是靠零补贴过日子 你当你这种日子过久的时候 如果我重新回去上班 我领域薪水搞不好还不见得 比我在家闲的时候多 那我干脆 我干脆继续这样混就好了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心态下造成的 那美国要短期时间扭转 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困难 好 可是呢话说回来 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 有没有一个白宫的危机 正在酝酿者 而谁的饭碗可能不保呢 难道真的是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吗 因为现在竟然说 CNN之前就有报嘛 说拜登贺锦丽是严重失和 结果现在连福斯都有这样的报导 福斯的记者说 国会正在准备确认新的副总统人选 什么好像贺锦丽现在也是有志男生 很多的怨言 然后甚至很不满 那虽然之前白宫那边有非否认 可是问题是怎么Fox News的新闻 在这个时候又出来了呢 赵鑫你的观察是什么 你看到的情况是不是真的 让贺锦丽岌岌岌可危 怎么感觉有点像以前 阿扁跟吕副总统 也不到深功怨赴这种程度 但是就是说贺锦丽 她是一个非常希望 自己有所作为的 一个新锐政治人物 可是她在这个副总统的任内 她会感觉到说 自己跟拜登的这个步调 Tempo 就是说这个 慢条思理的这个风格 格格不入 那她特别想要在两个领域发挥 一个是移民 一个是中南美 这些是她的强项 可是她发现说 当她没有这个办法 有所施展的时候 连带也会影响到她的支持率 所以她现在的支持率 比拜登还要低 其实在民主党这种 很偏民主党这种 Hard Call民主党里面 拜登的支持率 虽然受到挑战 但还相对来讲 还算是高的 因为她在推动的 我们刚刚讲 那个社会的计划 跟基建的计划 这两大计划 尤其是社会计划 这个大概都是民主党的 根本的那个意识形态 而且神主牌 虽然说这个共和党 是非常的不认同 坦白讲这个也跟 离职潮有关系 为什么我给这么多福利 我就可以没工作嘛 所以都是年轻人 各位注意到都是年轻人 可是中产阶级 有没有这个离职潮 没有 因为我有家要养 过去次贷风暴的时候 最怕的是什么 冲击最大的 就是中产阶级家庭 就是我有家要养 所以我不敢没工作 我看起来好像 我每个月收入是七八千美金 甚至上万美金很多 可是因为我有家要养 我有房贷 我有小孩子的学费 所以我没办法忍受 有一个月我没有薪水入账 我马上就陷入巨大的债务危机 年轻人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账单就付出来了 贷款也找不出来 可是这种恶性循环呢 然后在里面的根本的 政治社会问题 没有解决的时候 拜登他焦头烂额 他忙着要处理这些问题 然后他忙着要处理 马上12月15号到期的支票 简单讲就是尬现金 赶三点半的这个概念 他忙着要处理拜习会之后 要怎么跟中国大陆的问题 所以他没有时间理贺锦利 我没有时间去管你的抱怨 跟murr啊 你如果能够帮我解决问题很好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在那边坐着不动 那抱怨就会越来越多 这个负面情绪就会出来 然后慢慢就浮上台面 跟台面的话 甚至就一度传出说 他们有准备接受好 就是说 有点像以前紫白乌眼的剧情 大家如果说合不来的话 有一个解套方式 就是我给你机会 我让你出去选 我让你出去选什么州长 或者是选什么东西 然后大家就是大家都很开心 或者是让你做某个计划的负责 但你就不要再做副总统 可是呢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说 这个传言出来 对于整个共和党的团结 或对他们两边的关系来讲 是共和党可以去操作的 一个很好的题目 现在就很明显见缝插针 对对对 Fox News清的是共和党 没错 你连你的题目 你连你的团队都没有办法带好了 内部都整合不了了 你要说要团结这个美国人民 去对抗其他的强权 那有招呼 这个就是一个见缝插针的程度 我认为拜登会去设法 缓解这个矛盾跟冲突 但是这样的传言 我认为在未来的 拜登的任期里面 会不断的出现 因为拜登的幕僚 也不是一面倒的觉得 你就做一任就好 没有这种说法 这个是社会期待 可是作为幕僚来讲 贺锦丽上台 那我这些 这些一般的班底 我是不是全部要换 那拜登下台要等于我下台吗 贺锦丽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共民主党的执政团队 有自己的想法 不一定是拜登说的 我就要听 所以这样的矛盾 会在里面不断的再出现 对啊 甚至还怀疑说 会不会是其实里面 有人在操弄 而且像亮哥 你看现在连非洲裔 非洲裔的其实也都不挺 贺锦丽 本来之前都是夺挺他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这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这个拜登的民调 已经跌到38 那贺锦丽大概只有27.8 这个民调已经低到 吓人的地步 真的很夸张耶 还没有满一年耶 其实美国历史上 只有换过一次副总统 历史上200多年了 这个非常罕见 而且美国副总统 接任总统的机率也非常低 就是事实上当副总统 大部分都不会接总统 大部分 大概就是老布希孙是其中之一 但是也只做了一切 对对对 后来也是倒霉啦 总之就是 那有一些就刚好 这个总统死在任内啦 比如说杜鲁门 他就接上去了 那接上去他就当过总统 占生 所以这不太一样 就是你如果说任内换掉副总统 这通常不会有人干这种事啦 因为这个一定会引起党内分裂 这个几率真的是 大概没有什么好事啦 那贺锦丽他所代表的 民主党里面的一些基础 我觉得拜登没有去用它 因为他事实上是司法界出身的 那你有发现拜登上任以来 他并没有去追究川普的周边人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结果班农最近才因为藐视国会 那他要去认罪嘛 对啊 那那个是一年以下 可是其他人都没有事耶 搞不好贺锦丽最想干这件事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并没有司法的工作交给他 但是交给他 交给贺锦丽的事 不是啊 他们也觉得他办不好啊 请他去访问中美洲跟越南跟新加坡嘛 对啊 这个不是他的专长嘛 所以你觉得就是故意 反正那不是你的专长 我就让你出糗就是了 是这样吗 不这个就好像一度谣传说 那个蔡英文要让賴清德 去处理原住民一样 那当然这个是假的啦 这个没有成真啦 这个没有成真 我只是说就类似这种传闻啊 你懂我的意思了 比如说我就请你去做什么什么 我跟你讲 历史以来最有权力的副总统是钱尼 对对 就小布希就真的让钱尼做很大的事 那后来波安的整个后勤都是他来弄 那军队的后勤什么 他赚很多钱就是了 反正就真的介入 那不然就是克林顿给高尔 做政府改造委员会的主席 那个都要任命的啦 那你看阿扁让李秀琳做什么 人权委员会 就那个对他来讲不是核心业务嘛 所以坦白说啦 拜登并没有给贺锦丽重要的事啦 因为中美洲跟 他根本就没有去过亚洲嘛 结果你叫他去访问越南跟新加坡 而且他是在国防部长访问完之后再去 那贺锦丽也只是事后发牢骚吗 那没有事先先讲吗 因为他自己现在都说啦 我希望是能够在 美国的国内的边境来解决这个移民的问题 为什么要把我派到那中美洲出放呢 而且有一度好像是真爱嘛 对不对 有一度拜登跟他非常好啊 还讲错啊说总统 把他叫成总统啊不是吧 有一度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啊 所以我的感觉啦 是拜登的幕僚 有其他想法 有不愿意让他做事啦 就是觉得那些光荣都要归拜登啦 那这里就开始产生了 幕僚跟幕僚之间的斗争嘛 那拜登没有能力处理这个事啦 哎呀你看连这个事情 这也应该算家务事了吧 家务事也没弄好 这也不稀奇啊 因为拜登也没有一件事处理好啊 请教官下招集令 支持中文的好朋友们 欲请呼吁大家加入订阅充讯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距了 希望可以在年底之前达成百万目标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共创2021的奇迹 按赞 分享 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